这个标报的分类呢 它是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标报的这个200专辑榜 一个是HOT100单曲榜 首先呢说一下这两大榜的统计时间 这标报的200呢是专辑榜 统计时间是从每周一到每周日 按周来计算来统计 所以呢假如某专辑在周三发布 那么它的首周呢是周三到周日 而不是周三到下周三 所以有一些专辑呢 首周会没有算满七天 然后这个HOT100是单曲榜 单曲的这个排名呢 是由三大因素来决定的 一个是下载 一个是流媒体在一个电台 具体公式呢官网并没有公布 但是呢有很多人是根据每周的这个榜单 能算出大概的这个公式 这个下载的统计时间 是每周的周一到周日七天 然后流媒体的统计时间呢 也是每周一到周日七天 电台统计时间 是每周的周三到下周的周二 也是七天 然后呢专辑榜的这个统计方法呢 是有这个专辑和单曲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单曲 单曲的这个销量呢 它包括实体销量和数字销量 但是现在在美区呢 几乎不出实体单曲了 也很少有路人去买这个实体的单曲 就像欧洲那边呢 尤其在德国 像iTunes呢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热度 占比重很大 几乎是95%以上 这个iTunes世界这个专辑榜的这个 它的和Billboard的这个世界专辑榜呢 是两个概念 iTunes这个世界专辑榜 是按照国家销量计算权重 不计算小国家下载量 其中这美国 日本 英国 澳洲和丹麦 权重最高 然后iTunes呢 它世界榜把国家和地区 分为四个档次 这个四个档次呢 权重也不同 它第一档呢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 美国 英国 丹麦 澳大利亚和日本 第二档呢 就澳大利亚 比利时 加拿大呀 瑞士等等这些国家 然后第三档 比如说这阿拉伯联合球场国 巴西 丹麦 香港 爱尔兰等等 第四档呢 就比如阿根廷 或者是智利 哥斯拉 达利加 然后捷克共和国等等等等 那iTunes这个榜含金量很高 所有唱片公司呢 最重视的就是这个榜的成绩 也代表着这个流行趋势